我们跟世界上的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轮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三彩腾空马为何会成为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该文物何以印证唐代路上丝绸之路交流交往的空前繁盛 怎样通过文物讲好思路故事 近日西安博物院教育推广部部长田纪伟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时对此作出解答 据介绍三彩腾空马于1966年 在西安市连湖区西安制药厂唐木出土 高38厘米长52厘米 由骑手和飞奔的汉马两部分组成 从发饰服饰和面部特征等 可以明显看出骑手是一名胡人少年 少年所席之马体型彪悍 做腾空跃脊式表现出了骏马吉池 骑马者不慌不忙的姿态 胡人童子的发饰是中分盘发 整体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来自西域的少年的形象 而他穿着的圆领长衫 通身的是蓝色的柚 这又给我们揭示出来了 当时在唐三彩当中最为珍贵的一种颜色 就是蓝 人常讲三彩卓蓝价值连连嘛 而他身下的这匹骏马由于四提开张 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在三彩器同等类型对比的时候发现 它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胡人童子骑着骏马显得是游刃有余 田径自然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人与马互相的呼应 能够呈现出一番祥和与安宁 这也许就是圣唐时期为我们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真实写照 三彩腾宫马刻画的胡人少年 只是唐长安城众多胡人中的一员 彼时长安城是万邦来朝的政治中心 重商云集的经济中心 文明交融碰撞的文化中心 各国使节商人留学生等牧民来到长安 各种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 汇聚成繁盛热烈的大唐文明 也展现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随唐时期实际上有很多的外遇的 我们说叫胡人的对吧 一个外国朋友他在唐长安城的这个城市生活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在底层生活当中他们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 甚至服务为我们训兽 养育牲畜 甚至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 这都是不乏其力的 后来胡人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后 比如说在大唐西市大唐东市 他们从事大量的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的买卖 实际上当时胡人也罢 汉人也罢 实际上早已融合成一体了 他们不仅通婚 甚至是在生活当中已经将彼此视为身边最重要的一部分 据了解除镇馆之宝三彩腾空马外 西安博物院中还有三彩载货沃陀 史君墓石国等一批珍贵文物 他们均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进一步展现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厚重底蕴 你看我们展现上有一个胡人女子 卓汉服 你通过她的眉眼一看她就是一个亚利安人种 或者高加索人种 就属于那种皮肤白皙 五官非常立体 身材娇好的这么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 那么这个胡人女子的形象和她外在的这个包装 就是文化碰撞的一个结果 再加上我们还有大量的胡人陶勇 身着当时流行的园领袍服 身上这个头上扎着福头 这是男子典型的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装束 他们要么牵着铒 要么牵着马 还有很多是表演杂技的 我们所说的散乐 这个又是文化生活当中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体现 近年来 西安博物院珍藏的文物 先后亮相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秦汉文明展 瑞士中国陕西出土文物展 日本大浅唐石展等 馆藏文物先后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